哈喽大家今天是1月28号 然后呢我们明天就放假了 所以马上我要去赶火车 然后回家 在那之前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就录一个我们我司的春节礼盒开箱 是做了一个就是装饰柜的那个样子 它底下还是有些小蹲坐的 然后呢打开之后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两边呢分别是立士风跟对联 有八蛋木的干果 这个红韵当头毕竟我们作为一个财经社区嘛 所以每一句话总是要跟投资分不开 这是一个妖果 OK 这是什么呢福气满盈 打开一看 还是一个坚果 夏威夷果 红鸡起舞 今年的鸡精收益就喝喝了 这是碧根果 这个有求必应 还呼应了一下我司的这个名字 鸡心果 然后果然是这个茶杯和红茶 这个茶杯呢还特别里面有一座小雪山 行吧也是很呼应了我司的名字 是吧 OK然后这就结束了 整体就还蛮鼓里鼓气的 那就是虽然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是也感受到了设计部同时的一些满满的心意 里面装满了坚果以及真的非常的长沉甸甸的心意 好了 然后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就要准备去坐火车啦 我们这班从北京回扬州的火车上 有一个高级软卧 我感觉高级软卧就是 不同于新潮软卧 好像说是那种两人件的 所以想去体验一下 现在就出发吧 哈喽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高级软卧 上下只有两张床 然后有一个沙发 这间房里也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然后在这里睡觉 明天早上就到家 小鬼 一大早已经开始守望窗外的安妮 哈喽大家 今天是除夕 你们年的最后一天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其实昨天已经跟我班约好 今天要一起干活 然后帮我妈来分担一下工作 所以现在待会儿等她回来 我可能就要开始干活了 你看你爸爸 说好了要干活 又睡着了 老鞋江还在哪里 忙忙碌碌布着鞋底 在这干活 还没给你去 还没给你 说我呢 说的好像你干了一样 你不也没干 坐在这半天了 麻烦了 我们要干活了 你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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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快乐 儿时的我 爱从桥上过 去买四色的小点心 穿长和流转的时光 带走四季的小鱼 情落小山不留意 抱着西瓜树星星 奶奶的故事说不尽 靠在台阶细细听 听着听着就到梦里 老朋友们还一如往昔 我们把秘密买到路旁 长成了一片株丽 年年不相忘 月月唱几期 小城故事谈小节 春风花秋雨 岁岁都平安 时时常欢喜 兜兜转转归来时 却想从不曾离去 干完活来两足地 干杯 小山不留影 抱着西瓜树星星 奶奶的故事说不尽 靠在台阶细细听 听着听着就到梦里 老朋友们还一如往昔 我们把秘密买到路旁 长成了一片株丽 准备到几十 十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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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团 有门上买的可舒服 宰了妈妈 是吗 呀哈你出来一个给我看看 快 小鬼 出来吗 出来不出来 来了不 哈哈哈 可努力了我跟你说 哎呀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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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怎么回来 你觉得这漂亮吧 你这个好多 好多 这个 呵呵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